这雨过天晴,昨天晚上,我们这儿又是下了一晚上。 这早上,我们基本上就没做过早饭。 我们在返程街街,我每天都往返程街,去吃早餐。 下过雨,这空气新鲜,到返程街了。 我趁着豆磨,天快欠的软油磨。 开直播了你? 嗯。 好。 你还要买点白钱。 嗯,好。 摧啥东西都得学呀。 对,对,对。 小博老婆,开始不要过去了。 大博出来都想着想着。 对,对,对,是。 人是一天不学习都落后了。 对,对,对。 朋友们看看,这就是,我们返程街里软油磨。 能喝,喝不喝豆磨吗? 我们这有豆磨的有豆腐条,韭菜,粉条,黄豆,花生米。 这是小米面。 糖。 1多,油和糖,1多,2多。 30年前,饭东西的豆磨是两毛钱一碗。 现在的豆磨是4块钱一碗。 从我及时,我来饭饭的钱,买买鸡的时候,每天早上来,那都得,啥事不干,那都得先喝一碗汤沫。 能看着软油沫,再听别的。 想看着,十个人有七八个,都爱喝豆沫,两个年的软油沫,太小了。 年轻个吃,吃不鸡,这老老了,这早餐的每天都得吃。 人常说嘛,人是铁饭的,一顿不吃自己的饭。 所以说这早饭必须得吃,来后吃饱吃后,早上这一顿饭都完结了。 我一会儿再给老赵带回去个包子吃。 现在都回去,我还在干活。 现在给老赵打电话,看看他早上想吃点啥。 喂? 你想吃点啥呀?我给你买个。 我啥也不吃。 你不是好吃包子吗? 我不吃了。 哦,那那种尿是不吃了,我都会去的。 嗯,好好。老早不吃了,回家干活。 好。 好。